生肖属马,生肖为马的人在这个2017年里面遇事都是呈现出 一片不断上涨的趋势,在这个4月份更是能够迎来自己的高峰期 在财运上尤其的突出,在这个月,他们除了能够尽心紧力地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,正财稳步收入之外,其在偏财方会有助 令人可喜地获得,阿德福帝斯门词生肖荣如 我你是属龙的,那么恭喜你,这一段时间你的财运是最为繁荣昌 胜的,也会更加容易取得成功,中国的神物中有一种就是龙,龙 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,所以这一个生肖的人气前路也会繁花似 仅,生肖龙的朋友们要注意了,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内,要格外 注意对理财的重视,懂得理财了就能够留住财,能够让财富翻倍 而在其他的金钱方面,也要花费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 理,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中,你的金钱的回报率是最高的,如果是 没有理财的话,可以尝试在这一段时间内去正规的机构购买一些 理财的产品,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,你才更容易取得成功,A 得福币斯门子生肖鼠鼠鼠的人,乐观向上,心,体善良,喜欢帮助他人,人际关系光,广结善缘,贵人运强,好 运不断,事业得到提携,进入五月份,生肖鼠有偏财心入命,大 发横财,大财小财不断进账,好消息不断,事业进入鼎盛时期,争执加薪,深得领导的赏识,一定能释放自己的才华,创造更多